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9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和我 邱蓉 为大家讲讲时事热话 昨天接种疫苗抽大奖抽楼 没我来份 我们全公司的同事坐在电视机上 看身份证的数码 今天幸运仪是一位身份证Z字头 相信都是80核 恭喜她 虽然大家都失望 我朋友说Z字头 她看到Z字头头的三个字是她一样的 我知道谁 证诚的 最惨是她看电话 最后四个字不是自己的 哇 都挺伤的 人应该有希望的 我觉得是好事的 还有希望 继续抽 国泰航空手起刀落 炒了少数选择不接种任何一剂新冠疫苗 当然那些人又不接种 也没有交到医疗文件 去豁免自己不需要打的机组人员 其实国泰早在6月24日 都已经公布了 她也有说所有的机组人员 必须最迟在8月31日前 应该要完成接种疫苗 即是过了 国泰希望让乘客大派定心丸 那是真的 她就说由9月1日开始 所有国泰的航班 都会由已经打了疫苗的机组人员去执勤 我想问你一样 那些人给了什么理由 说自己不打针 虽然这是没有理由的理由 但他们怎样解释呢 有没有人解释呢 媒体就有访问到有一位被炒的机组人员 陈小姐 他就说他自己在国泰做了六七年 他就说他原因不打 很明显他没有这个医生证明 他不打 他说他不打 因为他对这个疫苗还是有怀疑 他最好笑说了些什么 他就说 其实现在在疫情下 国泰的机器 因为其实他们都很疏 不是很逼 就算他们在机组人员去服务乘客 其实也很少乘客 他言下之意 他意思是说 接触人少 对了 其实为什么要逼别人打 你说这些人就是 这样说 这些就是炒了 真是炒了 抵炒了 你想想 你不要说我说 我觉得这些人是什么呢 黄血病 你查Google也找不到黄血病 但是你的血管流的是黄色的血 所以这些人什么都不适合 黄血病 这个新条件大家可以追随一下 这个黄血病真是很有创意 其实香港航空业工会理事管己鸿 今天也有上电台有说 他也有说到 他说 如果你因为不是国泰 这些案子 你因为不是身体不能够去接种疫苗 而你选择不去接种的话 他说说你被解雇 这些死硬派都帮不了你了 这些人是很有趣的 如果大家看看一件事 香港走的路 以前国泰早前很久 19年之前 基本上是很黄的 什么都不敢做 直至到 CEO和COO都离职 都自炒 离开 是自炒的 自炒的 然后国泰站得很硬 国泰站得很硬 特区政府就开始跟着做 好了 到现在 有个问题 大家都可能问自己的问题 喂 现在不打针是否真的可以 我现在没有安心出行 又是可以的 可以 你便没有 但是 你没有安心出行 你便写紙 特意写完古灵星怪的东西 去到被人查 警方最应该 就去那些黄店查 这些食肆 安心出行 你又不准 填紙仔你又不填 捉到你 罚五次 你的店铺又是罚两个星期 没得做 这些就是好事了 我们现在看到 国泰走了这一步 接着每间公司 应该都是这样看 就说 喂 为什么你不打针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给什么医生的理由 告诉我 你不打针 如果你不打针 不如你不要去做 这个慢慢慢慢 就可能是捉到香港 走向全民打针 而希望有免疫能力的路向 是 其实说真那句 你想想 郭泰 其实现在航空业不是寒冬 是冰河期 其实郭泰都用了很多方法 希望救助一间公司 你想想他又试过放无薪假期 裁员 停运港龙 希望救忙 现在其实是调盐水 现在真的调盐水 你告诉我 有多少班机飞 5% 即是比起以前平常 5% 你再客量有多少 他唯一国泰好处 就还有货运 货运 货运 所以早前的公布 就是说 驻港的机师有99% 就打了针 是 机仓服务员 就只有93% 未打针的人 极少 既然现在是极少 你又不打针 Sayonara Goodbye 即是说真的 Robert 我自己也有很多 做空姐的朋友 他们就比较年长 和高级 其实当时 你想想他们有些有炒人 开始给你减了很多人工 但都给你继续做 他们当时一有打针 他们是 二话不说 立即去打 保住份工 真的 你说访问陈小姐 你做了六七年 说真的那句 今时今日 你觉得份工不重要 那你便释除专辩 你便炒你 有什么所谓 你便留下一些 等真的需要份工 你想想今天 新闻报告也有说 今天开始因为在疫苗中心里面 也有开放给新的五类人士 可以立即登记去打针 访问了有一个地盘工人 他就说 其实之前他就去拿职日酬 他说之前为什么他没有打呢 他说第一 他是因为担心 第二 就因为他订不了 即是订不了 他说今天他去打呢 他说原因就是因为 即到即打 他说因为之前要他自费 去检测自己是阴性 他说这样子 这样自己自费下去 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决定都要去打 是的 应该打针 应该是这样的态度 你刚才有说到就是说 最近 因为就是 我们上个星期也有说到就是说 好像似乎 疫情就开始有点放缓 因为都 就是 连续本地的 个案 本地个案 都好像少了一些 大部分都是输入的个案 不过最近都有一些零碎 这几个月 似乎就在这个安心出行 即食肆安心出行 和填纸仔的方面 好像就少了检控 大家就发现 在食肆里面 似乎就好像有点松懈了 那头说完 不够 最近就有些黄店 就被警方突击去巡查 就发现他违反规定 就发现有一些人 在入一些食肆的时候 他就没有安心出行 那田子仔就特意填漏一些东西 即场 电话肯定是假的 永远都是 不知为什么 不过问题就是 你不去突击去巡查这些食肆 你这些食肆就永远都不会害怕 最终就有几间黄店 包括开餐dine-in在佐敦 被罚停了晚四十四天 我觉得很划算 你叫他填纸仔 你也要看一看 纸仔里面的资料 对不对 其实我们应该公开多些黄店的名字 即是Facebook登出来 等警方都知道 虽然国安都可能熟了 但无论多些这些 你一说不用纸仔 又说什么又什么又什么 就去找他 不过说句公道说话 其实不是针对黄店的 很坦白 其实你见有没有蓝店 或者其他 你见过美心有出来说 不是 那些一出来 你一进去就叫你开心出行 是的 有时还要给他看看手机 因为他们现在说 那些黄店就说 警方是针对黄店 不是好啊 就是要针对你们 他没有针对他们 我们不要这样说 没有针对他们 现在就要针对他们 我意思就是说 最好就是针对他们 应该这样说 应该是其他食肆 其实你身为食肆 你有责任 要去 make sure 你的食客是有安心出行 或者填好一张纸仔 如果你是零零色色黄店 就像你说黄血病 死都不肯去查别人 那你就被人罚了 你过多两个月 即是过多两个月 你现在六成多 去到八成多九成的时候 即是打针 去到那些位的时候 你会看着 政府就够胆去做多些事情 换句话说 你没有针指 不好意思 你乘不到地铁 即是那类的东西 或者你去不到晚饭 你坐下堂食的不受 这些东西老实说 在其他地方 就并并慢慢做了 在香港就是慢慢吞吞 即是不走 但是你始终都会走到这样的 只是时间是问题 是时间是问题 大家可以打针 做食肆的 你应该要遵守规矩 安心出行 或者填好纸仔 你是在保障你的食客 今天焦点说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